这天一冷啊,很多老铁都喜欢吃肉,那么这个五花肉怎样做,肥而不腻,入口即化呢,今天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吃法,十块钱二斤的五花肉,咱们先给它切成条,这个五花肉啊,咱们要选下五花,肥瘦相剪,一点都不腻,再把五花肉切成小一点的散的块,准备一个空盆,打入两枚正中的母鸡蛋,用筷子给它打散,然后把鸡蛋倒在五花肉里,用手给它抓匀,加入一勺玉米淀粉,用手给它抓匀,要每一块五花肉都均能沾上淀粉,粉不需要太多,薄薄的一绳口感 更加,最后加点油,给它放出水分,先把锅烧热,然后加入凉油,把油温烧到四层热,然后下入五花肉,五花肉下果呀,咱们要小火慢解,给它煎至两面锦黄,大约需要五分钟左右,煎得干一些,然后给它盛出去备用 盆中加半勺生抽,少许的蚝油,少半勺的黄豆酱,再加一些老抽给它调个散,一小勺井盐,少许的白糖,加入大半勺的清水,给它搅拌均匀,然后倒进五花肉里,加上大块的葱段和酱片,给它拌匀,腌制一个小时以上,准备200克的糯米,倒上清水给它泡制一个小时以上,糯米泡好以后给它淘洗几遍,然后控干水分,把腌好的五花肉摆在糯米上,最后把汤汁倒进去,蒸过上汽儿给它转小火蒸一个小时 屏幕前的萨哥大姐叔啊,你小矿腾就差你一个双鸡就上夜门了,有的话今天就给点一个吧,想换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,就可以点一个吧,点一个,谢谢大家 蒸好的五花肉,你看有没有食欲,这样做的五花肉老香了,上面给它扣个盘子,然后给它扣过来,拆下面香桌哈拉的躺一地,盘面再放点黄粿片更加的有食欲 大米诺诺的五花肉入口即化,喜欢的老铁双鸡收藏,感谢大家